今天是第四節的時間 因為剛才剛才開始說 其實身體要讓他休養一下 所以今次要給我 講少許家庭就很鬆人 下個星期我又出差的 所以下個星期就無法加入 下個星期已經是九月 應該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 我們做直播的 不好意思 又要順延一個星期 下個星期就麻煩兩位拍檔 OK 沒問題 交代完畢竟 早點休息 OK 謝謝 好 我相信你們還沒講視訪 沒有 剛才只是開市的時候 很快地看過 這個NVIDIA 因為是焦點所在 正如你所說 因為昨晚收市之後 NVIDIA公布業績 之後來講 好像在一時 曾經跌了7% 是的 剛才我們剛剛開市的時候 其實就大幅地收窄了 現在跌了2.2% 剛才我們跟KO報告的時候 只是跌1.5% 現在算是跌了多一點 但是跟昨天的 直播市的時候 就已經是 至少差好一段 再次我覺得是 不差的 我承認自己有拿著NVIDIA 不差的盤業績 但是 連續都開了幾次大 下跌了2.8% 我覺得 不算太頑皮了 你說吹無求疵 本身那顆芯片 就是新的Blackwell 是可以再早一點交貨的 但是他說是做了一些微調 令到Yield會增加到 都派了糖 我都說 Jensen和黃都很懂得管理 一些投資者的預測 我覺得是不太差 有PISA 有50個B share buyback等等 我不覺得是頑皮 大部分的數字都是不差 你說增長還是保持不到 200% 這是數學來的 就是 每年都升幾百%做假數 那間是 PONS Scheme 但是 以增長來說 都算是這樣的 似乎買家都是繼續購買 舊那顆Hopwell 再加上新的Blackwell 都是一個不錯的 又做Difident 又買回等等等等 我覺得是不太差 當然了 期望是很高很高 你只要有一點點下次的話 有很多借口去華麗等等 但是 我看到就是 我看到就是 有些報道就說 不是 那些人只是 就是覺得 他那個業績 還未能夠 就是 驚人地超前 而是 好像有些評論就說 那個Blackwell 好像那個製作品 是有一點點稀急 那樣 好像我看到 不過 好像今天香港的時候 或者可能昨晚 美國的時候 來說 就是 Jason 也大派定心軟 他 說到 就說 不用擔心 OK 就是 這個Blackwell 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的供應 那樣 就是 起碼 這個都叫做 正如剛剛 之前Edith所說 那 Jason說我也很知道 或者很懂得揣摩投資者 那個 焦點所在 或者他們的 疑問所在 所以也馬上就走 這個 關心 就是 大派定心軟 那樣 可能也對今天 NVIDIA股價 大幅地收集了 之前 前期市場的跌幅 也有些關係 那就是 我 諸心論地想 就是 之前一直的人 因為那個 產品的循環其實是 比之前的 就是 之前就是 大約兩年 才是一代新的 NVIDIA這個 這個芯片 現在變成 好像每年都出了一個 iPhone的系列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 就是 一直有些 或者上一次 Q2出業績的時候 就 突然出了消息 就說Amazon 就說 不如我等一會 不買Hopper先 我買Blackwell 因為Blackwell 比較好 等於你也知道 今年出 iPhone15 是不是15 可能是記錯號碼 應該是 iPhone16 喂 等了10天 都公佈了 不如先等一會 但是 之後 都是澄清 就說 我沒得等在 AI的競爭 就是 等於你跑 100米 你沒得 跑50米 然後休息一休息 然後再跑 1米到100米 如果你休息一休息 就會慢了 所以 Hopper 當初就說 會不會是 那些客戶 等到 Blackwell 之後再買Hopper 好像 Reuters 出了你澄清 就說 不是 所以 今次 特地是 調整一下 製作 是否 等Hopper 去多些貨 然後再買 Blackwell 我不知道 是否這樣想 但是 情況 我不覺得 太過敏 不如我先說一下 因為我以為 現在我們在用Zoom 我以為我的帳戶 還是無限 原來 只剩下8分鐘 可能一會會斷 或者是 我們錄了 計算這8分鐘 應該就是 第四節 十幾分鐘 可能我們第五節 再加長一點 好 不好意思 記錯了 還可以無限 這個情況 所以 NVIDIA 現在 陪陪每會 昨晚公佈 業績跌了 6-7% 現在 收窄到 差不多 3% 我想 其實3% 單入波幅業績 都是這樣 不是 對 對 高低低的股 老實說 一天2-3% 這是合情合理的 好 那 大股 納斯坦 也有 升 1.17% Dow Jones 也在升 是不是繼續 創新高 是 是 三個 美國主要指數 Dow Jones 就是 唯一一個 創新高的指數 因為我們之前也說過 sector rotation 如果開始炒回 減息的時候 一些傳統的經濟股 或者一些 SME的股票 就是比較 好一點的 表現 看看羅素2000 羅素2000 還沒有創回 之前的高位 之前 因為 8月初的時候 那一刻 插得比較深 有些 始終世價股 因為8月初那一刻 其實大家都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情況 可以開鋪大的 那時候 市下來了那一刻 都很急 大家都擔心 如果這波 大紅的話 就搞不定 世價股 當然是首當其衝 所以 那一刻 插得很厲害 雖然 彈回不少 但是暫時 還沒有 完全回復的 之前的高位 2300 但是 理論上 就是應該偏向 減息的話 就有利於 這些 應該是的 沒錯 所以看到 道中傳統股 也是好一點 表現 S&P 發出聲音 還有 始終 道中 也受惠於 他裏面 都有一些 比較抵抗的 的 公共 大家知道 在跌市 來說 比如說 一些 用品 健康 那些 應該會 比較 受惠 所以 這也是 對道中 有些 幫助 上次 我們是否也看過 巴菲特的倉 記得 我不是說 每個季度 大Masa 包括你們兩位 都是公佈 你們 我們只有看字 上次 Q2 就 反映了一段 但是 應該 如果 大Masa 或者 投資者 多於5% 還是怎樣 一個% 如果 下降 或者增加 那一刻 一兩日後 就要 公佈 持倉 我覺得 那一詞 你覺得 那位 Elon Musk 買了Twitter 他也是延避了 一個 申報 但是 Wallon Buffett 當然是乖很多 全部報了 我覺得 上次 看過 2Q 就不是說 減少了很多 還是 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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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大 減少了最多 很明顯是 減少了蘋果 當然 但是 今次 繼續減 Bank of America 我們那次估計 就是 Bank of America 就不是 純粹 只是一個 commercial banking 不像 Wales Fargo 主要的業務 都是一個 commercial banking 或者是靠NIM net interest margin 那個業務 但是繼續沽下去 是不是 始終都是 你始終 Bank of America 不是高問 會不會 都是有一定 數目的 commercial banking 事情的業務 始終減少了 巴菲特 你覺得是不是 都是擔心這件事 老實說 真的不知道 這個 我只可以這樣 估計 因為 老實說 巴郡 又不是等 錢 那些大爆錢 買了蘋果之後 都爆光了 就是 所以 所以 不是說 要見到好東西 就要銷售這些東西 再轉貨 他要買的話 就是大把現金 給他買 所以 他銷售應該是 覺得 有些 就是 銷售的原因 這個是一個 那 就是 到底 巴菲特 或者他下面的 手下 看到些什麼的話 那我 我不知道 因為他也沒有說 也沒有解釋 就是 我覺得 剛剛所說的 可能都 有些 有些 理據的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所說的 就是 因為 在減息的一個 就是 周期底下 來講的話 就是 如果只是 比較依賴做一些 就是 商業銷售的話 其實就 相對應該就 不是說 太過理想 因為那個 就是正式差 那個會收窄了 OK 那麼 相反來說的話 就 現在看來就是 一些 就是 iBank那邊的業務 就 比較靠譜 而且都似乎 還有一些 就是 增長的 空間 那 就是 但是 Bank America 就兩邊都騎著的 OK 因為Bank America 很多年前 那時候收購了Meryl Lynch Meryl Lynch 當然是 iBank為主 但是Bank America 它本身就是 就是 商業銷 起家 和 亦都是 本業 老實說 我沒有認真看過 Bank America 現在那個 商業的 分析 就是 譬如說 商業銷售 佔多少 或者 iBank 我沒有認真看過 我不敢說 哪一邊的比例 比較重 那麼 有沒有 看到 因為 其實如果 只是說 公司 就是 公司本身的規模 就應該Bank America 規模會比較大 這個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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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那些 舊 好的 舊 這個比較舊 或者 這次其實剩下 我弄錯了 不好意思大家 不是以後 偷懶 少了 我們 第五次會 加上時間 但是 因為 我看錯了 我以為自己的商賬 是無限 就是給了錢 但應該過了期 所以我們第五次再做 長一點 這節大約 大概是 13-15分鐘 之後會補回 大約8分鐘 在第五次 我們會繼續說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停了 免得一會兒 剩下